大家好,我是Tia,今天是3月12日 哎呀 3月12日现在是3点22分 今天又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 那么之前几天一直没有更新 在干什么呢 就是在锻炼 大家有没有看出 我稍微稍微比起之前几期视频要更加 瘦一点,更加健康一点 肌肉感稍微强一点 更加饱满一点 有没有觉得 比如说我的胸锁乳突肌 有没有比之前更加的结实一点 或者你只看出来我只剪了个头发 头发也是刚剪不久 或者说 有没有觉得我有一些变白 好,那么屁话不多说今天是干什么呢 今天这么好的天气 想去吉祥寺 吉祥寺又在之前某一个网站上面的排名 说是日本人最想居住的地方 排名第一 吉祥寺 离我高原寺这里呢 比较近,在往高原寺后面几站 他离市区更加的远 但是是日本人 起码是住在东京的人 最理想居住的地方 但是我这两年都没有去吉祥寺 没有一个企机去吉祥寺 终于等到了今天 今天没什么事情 稍微休息一下就准备去吉祥寺溜一溜 剪了头之后有没有觉得我更加年轻一点 好,准备出发 这个站呢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后面呢就是一个商店街 好,我现在呢已经是从吉祥寺车站走出了他这条 大衣啊,刚才使完的来这名字的商店街 走了将近五分钟左右吧 很长 现在来到他相较于车站 稍微远点的一条马路上 但是依旧是非常的繁华 其实呢也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新奇的地方 但是呢就是离市区 这么远的地方竟然还有一块 和市区繁华程度相比美的一个地方 好,我现在呢瞎走吧走啊 先走到一个比较空旷的场地 做一些调整,做一些规划 刚才粗粗看了一下吉祥寺周围 除了站附近,站出来周围的一圈特别的繁华之外 现在走了十五分钟左右的路走到了居民区里面之后呢 就安静了很多很多很多 那么看一下手机 现在从车站这个位置 一下子一股脑蟹冲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然后呢周围看了一下 除了这个景之什么的 怎么对不上景之头公园特别有名 景之头N4公园 这个公园呢有在这个推荐排名里面上榜 其余的呢就是比如说有几个寺 但是地图上粗粗一看没有看到 要把它放大了才能看到 这个不是这里 这里是三英美术馆啊 那一会儿有时间就去三英美术馆 看一看 好,出发 好,马上就要走到了 这里下去有大坡 河哥水 Wakamizu 是加什么呢 铝店吗 哦,铝状 好,总算是走到公园了 怎么感觉 不是感觉了 好像在维修还装修什么的 都被护栏 橘黄色的护栏给围起来了 这是这个景之头N4公园的地图了 好大一个公园啊 好大一个 它有大概三个公园组成吧 这是一个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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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动物园 然后这又是个公园 这公园应该是个运动场 哇,这里有tennis court 可以打网球 感觉和之前 之前那个什么公园来着 有点相同吧 因为现在还没到三月底 四月初 所以说櫻花还没有开 公园 这个绿化还不是特别的漂亮 不过没有关系 今天只是来试看一下 好,现在先走到了这个文化园的水族馆这个位子 水上动物的位子 他说本日是休云日 今天也没有打算要进去 来看看这个价位啊时间什么的 它是早上九点半到下午五点 对,应该说到四点 五点是最后 四点是进门的 最后是可惜メキリ 然后个人是四百 一丝四百,OK了 路过一个拍摄的 好厉害 看到这么大一只 这是什么狗 泰迪吗 有点可怕 好 然后呢 又走到了一个指示牌 距离这里还有六百一十米就能到了 那边呢 那边呢 应该就是 呃 关于体育方面的一个公园了 等会再去看 啊 这个是走的 还有大概两四百米路吧 现在已经是下午 不是 傍晚 五点二十七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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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走到了 刚才看到的一个 网球场 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没有打过网球了 哎呀 真的是 是时隔多年又见着网球场了 哎 估计只能大电话预约了 好像是走到了 但是能进去吗 不是已经买完了吗 但是门开着 好奇怪 也没有人来管理吗 我能走进去吗 我不知道 走进去会不会有什么 这位美人骂 我就走进去了 哎 大不了被赶出来 你怎么知道我手上有没有票子 是不是 我已经进来了 好好好 不管了 这里就是吉普利美术馆 难道说这只是一个万围 内围还要钱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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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好像是的 进不去了 只能在万围拍拍 哎呀白开心一场了 好难过呀 啊 就是这里了 有机会 啊 就 继续拍照吧 上面都是人 好 你看到了天空之城 那个机器人的头 哦 还可以出来的 好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5点45分了 基本上已经把这个公园啊 包括这个吉普利美术馆外围看了一点 嗯 啊 买票呢就要到这里来吧 这里是能买票的 好厉害 下次如果早点来的话 也许能 在现场买到票 我也不知道 但是 呃 网上说 网上查好像只有三种 购买票的方法 呃 就直接过来买票来见这个大龙猫 好了撤了 拜拜 好那么总结一下这个吉祥寺啊 呃 我是两边都走过了 一开始走错了反方向走到了居民区 然后 呃 现在呢又走到了这个公园 嗯 大致把吉祥寺站周围一块地方都走过一遍了 呃 怎么说呢 呃 确实蛮适合居住的 呃 比起高原寺来说 高原寺虽然也不差 但是它周围的公园 还有 呃 这个 商业 设施 比这里 少很多 小很多 所以 呃 果然还是 吉祥寺厉害 好地方 推荐大家 也来吉祥寺 兜一兜 啊 如果 呃 想去热闹的地方 但又不想去 新宿迟带这么拥挤的地方 那就来吉祥寺 好 那么 走到了 这个湖中央的一所桥这里 现在呢 人都没有了 天色也比较的晚了 啊 准备回家了 这就是今天的 呃 小行程 出来 活动一下筋骨 那么就等开春的那一刻啊 樱花盛开的那一刻 再来 这个公园 再来 吉祥寺 再拍吉祥寺 那么 这期就是这样子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